德文的咖啡因为正值开花时期 开满了雪白的花朵 相较无水可用的咖啡树 只有刚枯的枝条 巴巴风灾摧毁了德文部落 民生跟灌溉用水管线 虽然民生用水利用重建经费 设置了检易自来水塔 但是由于猪人居住地分散 缺少分寿到各家各户的水管经费 而灌溉用水目前是由猪人自行接管 原本自来水公司在距离德文部落 约七公里的水源地设置了储水设施 提供大社德文达莱三地村民生活用水 但巴巴风灾之后 通往水源地的道路跟储水设施 受到严重破坏 要彻底解决部落用水的问题 行政院从政院会表示 目前园民会已经合部落经费 有五百七十万 可以用来协助修复通往水源地的道路 但是自来水接管费用庞大 现在问题处在自来水公司的配合意愿不高 所需要发挥的经费 实在不是乡村公司能够负担的 所以我们跟新政府跟严民会跟重建处 甚至农田水利会水利署等等 希望他们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做西部设计的时候 到底能够修复到哪里 没有把握说可以 这笔钱就可以修复到水源地 我们跟自来水公司提起这件事情 他们似乎是没有那个医院在花那么多钱 去再把整个系统恢复过来 他们的用水的话 是由原民会先以检疫自来水的方式 接水管提供德文部落他们 来作为民生自来水的使用 那农业用水的部分 这一部分就没有办法兼顾到了 德文部落族人的民生农业用水 有能力自行接管 污水可用的部分 只能够自求多福 这样的情形 不但直接影响了部落族人的生活 也打结了当地部落赖以为生的咖啡产业 记者歌手屏中餐地门 这么报道